从受制于人到成为巨人 17年卧薪尝胆成就自主品牌 在蒸汽的性能指标和在究竟控制上面 我们都不比过外的差 所以增加了我们把它国产化的信心 从一无所知 到世界三大巨头 中国绝境机挑战世界领先科技 那是我们真真真正的成功 不堪回首 我不堪想象那时候能干出那样的事情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从关系一起一试 仍然是大家关注的调整 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 最长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紫禁面 已经相当多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份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 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G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我国的装备制造 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 提供生产技术装备的制造业 也是制造业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其中大量涉及尖端精密和复杂的技术 长期以来 中国在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方面 一直被外资品牌卡着脖子 然而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了 我们今天就先来看看绝禁机行业 绝禁机是用于开凿平直地下焊道的机器 它用处很大 但技术复杂 造价非常高 一般在四五千万到上亿元人民币 如今经过17年的努力 中国正在成为这一领域的世界巨头 这是2013年11月26号 中铁装备公司与德国威尔特控股集团子公司 阿格沃斯公司正式签署了绝禁机及竖井钻机知识产权收购协议 标志着对世界领先的威尔特绝禁机技术收购落下帷幕 开启了中铁装备国际化的新征程 收购完成后 中铁装备公司将成为世界上能独立生产应延绝禁机 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大企业之一 这一收购让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公司董事长李建斌感慨不已 这个隧道施工行业的老兵第一次听到顿购隧道绝禁机 这个新名词还是在17年前 国家修建西康铁路清领隧道的时候 这个隧道比较长18公里多 所以就想采用两台应延绝禁机来绝禁这样的节省时间 这是我国第一次在隧道施工中使用大型顿购隧道绝禁机 这两台设备正是构自德国威尔特公司 它的高效率让在另外一条线上使用传统人工方式施工的李建斌大吃一惊 很多工人拿着风扇在打 或者有特价好的就用的是三臂台车在打 这两种方式 但是都需要非常多的人工 一个人工打也就是100多米 那机器打也就平均300米甚至到500米 效率要高好几倍 顿购隧道绝禁机是广泛使用的隧道绝禁专用机械 是集电力液压信息化为一体的高智能机械 被誉为现代地下工程机械之王 当时和李建斌一样 见识到他威力的 还有大学刚刚毕业一年的王振春 他被幸运的选中成为其中一台应言绝禁机的主司机 一亿多元的设备在我手中超空的 我觉得很自豪 除了自豪之外 这两台应言绝禁机 从设备到服务 给王振春的印象 还有一个字 那就是贵 在一个工地上 还要建这个游泳池的这样的一个专家楼 在工地上 那实际上是非常奢华的 他们的餐饮也都是专门的西餐 从1952年 美国罗宾斯公司开发出第一台实用性的 开掘岩隧道的绝禁机开始 国外的顿购隧道绝禁机技术突飞猛进 主要制造厂家 集中在日本美国和欧洲国家 1996年以后 我国陆续引进了更多的顿购隧道绝禁机 但由于国外公司控制着核心技术和集成技术 国内的施工方只能高价买单 在施工现场 做技术人员多年的 胡小波对此也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时我们是在广州的一台设备 当时是就控制系统出了问题了 花了半个月 没有任何头绪 然后当时也找了老外 也请了那个这个邓国的制造厂商 在广州的他们的技术人员 然后到了八个小时 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也跟他很诚恳地请求他 就是说我们跟你算加班 加班费用就是说 也按照可以加倍来跟你算 你来帮我处理他说不行 就这样拖了半个月 电子系统的问题 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而在工地上停工一天 不但意味着几十万元的 直接经济损失 还潜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当时为了这个项目 我们很折腾 我们几个全集团的电气工程师 都在那很抓狂 用了词叫抓狂 真的无从下手 但是我们也只能依靠他们 来做这个事情 最终 德国总部直接派出一名专家 带着电脑来到现场 花了十五分钟 就轻松解决了困扰 半个多月的问题 就是一台电脑 粘到我的硬件上面 把我的程序软件打开 修改了几个数值 但是因为当时保密的 没让我们看 就修改了几个数值 OK 这台测备就好了 这短短十五分钟 花了二十多万元 老外来给我们提供服务 按小时机会 并且是从出门就开始跟你算 一小时六百到八百欧元 之后从那之后 我觉得要搞这个东西 下定决心要生产出 中国自己的顿购隧道 绝境机的不只是蒲晓波 为了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局面 提升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 顿购关键技术在2001年 被列为863计划 决定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顿购国产化 当时中铁隧道集团 组建了顿购研发项目部 牵头人正是李建斌 当时我们组建了一个18人的 一个研发团队 在河南新乡 大家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公关 到了2002年 国家863就资助我们 进行顿购机的这种关键技术的研究 虽然在多年的实践中 已经和洋品牌打过无数次交道 李建斌觉得自己对顿购隧道 绝境机的外形已经烂熟于心 但是他很快发现 比模仿外形更难的 是要搞清楚关键部件的设计理念 比如说我们的刀具 我们的刀具布置是多少把比较合理 布置的高度 数量 刀间距都非常有讲究 包括我们刀盘的开口率 这个开口开到哪个位置上 都非常非常有讲究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所以要进行这些理念上的研究 切削刀具是顿购机的关键部件 直接影响顿购机使用的效率和寿命 而且地质不同 对刀具布置的要求都有所不同 研发难度可想而知 研发团队针对不同地质 进行的实验不计其数 我们有可能碰上花岗岩 也碰上石灰岩 也可能碰上硬土 或者软土 淤泥 咱们粉质粘土 或者这种地质 什么时候都可能碰上 那我们根据不同地址 我会配不同的刀具了 这样就它的效率最高 继承能源最少 这是最优的设计 咱们把这个研究 共用了多少 我们用了就将近五年的时间 而如果把刀具 比作顿购机的力尺 那么主控系统 就是顿购机的大脑 团队中负责主控系统开发的 正是蒲晓波 那价值20万的15分钟 让年轻气盛的他 在心里憋足了气 研发过程中 为了把进口顿购机的 主控系统吃透 他愣是在隧道里面的 主控室里 待了三天两夜 因为那个项目觉得太快 他可能15分钟 就完成了一篇 一环的拼装 30分钟就完成了 一环的绝境 就15分钟 我还没看清楚的时候 人家已经拼完了 那我就必须再等半个小时 等半个小时 然后他又拼 然后我又看一个角度 看看看 可能还没看明白的时候 人家又拼完了 然后又往前绝境 就这要让他搞清楚 我们就一直在下面蹲针 就在李建斌 蒲晓波和研发团队的同事们 业以继日进行关键技术公关的时候 国家也加大了对装备制造业的 盛存支持力 2006年6月 国务院正式发布 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 若干意见 将顿垢研制列入16项重大技术装备 这一年 中铁装备研发人员 打破国外技术壁垒 在顿垢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取得突破 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顿垢控制系统模拟检测试验平台 并投入使用 2008年4月 我国自主研发自主设计的 中国中铁一号顿垢 在河南新乡下线 从2002年到2008年 这六年的时间 我们完成了五项的国家八十三计划 就是我们 这个计划是一个关键技术 一个关键技术的在突破 在整齐的这个性能指标 和在决定这个控制上面 我们都不比国外的差 所以增加了我们这个 把它过程化的信心 经过不懈的努力 中铁集团的绝禁机 在技术上已经成熟 然而更艰难的事情 才刚刚开始 技术过关了 如何让市场信任 面对如此昂贵的机器 大多数企业都不愿意成为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负责绝禁机市场推广的李建斌 也陷入了新的困境 他该如何迎接 来自市场的巨大挑战 李建斌没有想到 研发团队在实验室里苦熬六年 辛辛苦苦研发生产出来的 顿购隧道绝禁机 在投入市场之初 却处处遭遇闭门羹 虽然难受 但李建斌也理解客户的顾虑 毕竟一台顿购机 动辄四五千万 在施工过程中 一旦发生故障 就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安全隐患 连洋品牌都无法避免这样的问题 更不会有人愿意使用国产新品牌冒险 万般无奈之下 李建斌硬着头皮 使用了一招满天过海 和这台顿购机同时进场的 还有好几台国外品牌的顿购机 虽然李建斌和团队对自己研发的机器有信心 但每个人都捏了一把汗 因为这台顿购机要挖掘的地段 正好要经过赤丰道上的瓷房子 这是一座由多建古董装修而成的法式洋楼 价值连城 如果绝境过程中稍有不慎 出现地线 后果不堪设想 你城墙大了 超过三十毫米的城墙 有可能地面要开裂 地面开裂也有可能导致人家的建筑物开裂 稍有哪一个参数部队 可能我某一个开关跳了 或者说我某一个变频器爆故障了 就是一呆载 这些在工厂预计不到的在现场都会发现 基本上没在主控制时代 就是戴着安全帽 一会儿去调整这个开关的参数 一会儿去调整那个变频器的参数 或者说电脑连在我的主控制室里面的PRC 来修改我的PRC程序 就这样看看 那个隧道算是很成功的贯通了 就是我们要进行 也算休息 就拿个帽子去靠着那个角落里面 在那儿休息 反正一有问题拍我 我就起来了 就这样干 蒲小波这一熬又是三天四夜 在顿购机实践正常绝境后 他才离开主控室 见到四天以后的低缕阳光 在他眼里那无疑是胜利之光 那是我们真真真正的成功 那是什么感觉 不堪回首 现在我一觉得那时候 不堪想象那时候能干出那样的事情 最后隧道顺利贯通 地面沉降控制在三毫米以内 业主对这台国产顿购机赞不绝口 地铁公司业主他以为就是 还是国外的顿购好 表现你看 又快 沉降控制度又好 效果是超乎想象的 但他们还以为是 进口品牌 确实好的时候 再说告诉他是咱们的 国内的顿购 中国中铁的顿购 他们非常吃惊 而且最后专家 验手以后 全部是顺利通过 天津首战告捷 以此为起点 中铁装备集团 自主研发的顿购机 以过硬的质量 开始向其他城市进军 从国际品牌手中 一点一点的夺取市场 我们启程度都是 清晰色的外国的 清晰色外国的产品 就是当时的招表文件上 都这个进行 叫一个强制要求 就是说你必须买 国外哪一个品牌的 你才能有资格来投标 或者说你买哪一家的 我才负责给你加分 这样加分就意味着 你能中标 成都位于冲击平原 肥沃的土地下面 是沙卵石层 是地下隧道施工中 难度最大的地址之一 这样的施工条件 连许多国际知名品牌 都败下真来 像罗宾斯啊 洛瓦特啊进来 但是表现的都不太好 都不太好 所以的话基本上 在成都的市场的话 相当于就确立了 海泽客顿客的这个地位了 我们一次一次的 给别人交流 那是我们的方案 一次不行两次 前后加些十三次 经过一次次努力 当朱油伟第十三次 带着营销团队到成都的时候 终于争取到了 四台顿狗机的入场资格 同时入场的还有另外一个国外知名品牌的三台顿狗机 两大品牌同厂竞技 相比于有着四十多年历史的国外大牌 初出茅庐的国产顿狗机表现毫不逊色 咱们比对方体现几天晚 整个旅程来说 体现至少在一个月 我们的缺进速度 稳定性 实应性 还有材料的消耗上 故障率 客户最注意的是 最在意的是 故障率和材料消耗 不管是油脂 还是泡沫 这些整个的实应上 但都非常指标 是非常好的 这个设备从对地层的实应性和这个产品这个稳定性 包括这个是相抢社会服务的话 各方面来讲的话 应该都还可以 基本上的话 就算是和海瑞科的话 可以分庭抗理 自此曾经去国产顿狗隧道直径机门外的成都 开始向中铁装备的产品敞开了大门 现在中铁装备有24台顿狗机 在成都的工地上开工 此外 在北京 天津 深圳 郑州 苏州等20多个同事 都出现了中铁装备生产的顿狗机的生意 曾经被国外品牌一统天下的顿狗机市场 正在被国产品牌提担 短短6年 中铁装备已经销售了202台顿狗机 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0%以上 去年卖了47台 现在订单已经有60多台顿狗机的订单了 而继中铁装备之后 其他一些中国企业也纷纷生产出了自己的顿狗产品 中国顿狗产业的迅速崛起 让羊顿狗感受到的强大压力 纷纷下降价格向中国促销 降价高达一两千万元元 中铁装备 现在的顿狗的产品 它的技术水平达到了整体技术水平 达到了国际先进 各别技术指标 达到了国际领先 所以到目前为止 在中国市场占有率最高 在全球范围来看 也达到了世界第二 从零开始的中铁顿狗机 经过多年的努力 终于扬眉吐气 不过别忘了那句人们 说了千百遍的话 创业难 守业更难 中铁如何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不断提升自己的领先地位呢 广告之后 请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来 在国产绝境机十几年的研发过程中 几乎每个参与其中的人 都感受到受制于人的尴尬 跨国企业凭着技术老大 在售后服务效率上 也让国人吃尽苦头 如今中铁的绝境机 已经卖到了全国 甚至全世界各地 中铁集团决定 通过全面提升售后服务 让活跃在各地的技术服务队 随时为客户解决难题 扩大产品竞争实力 你看现在能看到的 像我们左下角这一台 就是我们南宁的设备 正在绝境能够实施数据 在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公司总部 这套远程监控系统 今年三月份刚刚投入使用 负责这套设备研发的 正是当年研发 顿购机主控系统的胡晓波 通过这个系统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 一两个技术人员就坐在这里 把所有在线的电脑 登个网都可以实时的 每30分钟寻一圈 每30分钟寻一圈 客户怀疑很好 因为就像上次 我们有一台设备的 决定数据出现了问题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看着它的决定数据 我就告诉它 然后对着我的图子 我说你可能在图子的 第多少页 等某一个接线 或者说某一个元件 有了问题 它就理着那个图子去 15分钟就跟它解决了 我们的目的就是 要把它都快速响应 快速解决 除了后台检测远程诊断 中铁还在很多城市 专门建立了服务中心 为顿购机提供现场服务 陶明飞就是中铁装备 成都地铁顿购技术服务负责人 成都现在已经有24台 中铁装备生产的顿购机 每天它都奔波在不同的工地之间 那是他们找你们 还是你们找 我们主动找的 基本上占60% 就是说也有些问题 然后没事的话 主动也找一下 然后是了解一下 各个设备情况运转 包括有些 有些他们就说 有些虽然不是故障 但是用的不太好 我们就去沟通一下 它能不能优化 好 接电话 一方面天天跑工地 一方面还有24小时 不关机的工作热线 我们注意到 陶明飞随身携带的手机 就有三步 设置了一个呼叫转移 比如我接这个电话的时候 有人又打进来了 我就让他转移到这个手机上 然后我回头就用这个手机 来给回回去 就说怕漏接电话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号码是基本上 没人知道吧 就我有时候跟我媳妇打的时候 这两个都站线的时候 我媳妇找不到我的时候 就打这个 有时候一上午 他说一上午都打不通我电话 因为这个事生过好多气 除了通话之外 公司给每个人的手机 都装上了专门的系统 方便像他这样 在工地上奔波的人 可以随时无限办公 主要我们在这块的话 最常用的就是 我们工作这方面 就是生产部流程 跟那个物资部这一块 生产部的话 是每天我们有好多 好多报表 项目上的每天报表 然后是绝境环数 有绝境参数表 还有就是时间表 每天更新上面 还有就是每月汇总 都会呈现在上面 在成都地铁的另外一个施工现场 我们见到了郭家庆 他是负责西南片区 售后服务的资深技术专家 在公司的远程监控系统 发现现场数据的问题后 他当天就从南宁赶到了成都 当时到了之后 我从下飞机之后 在项目部可能花了两个小时左右 对现场进行的了解 郭家庆连夜和施工方讨论方案 第二天就修订了参数 顿购机的表现趋于稳定 正是这一系列高效优质的服务体验 吸引了越来越多 吃了不少洋服务苦头的客户 就在不久前 成都一家专门从事机械租赁的民营企业 在对中铁装备顿购机的施工现场 和生产车间反复考察之后 是巨资订购了两台中铁装备集团 制造的顿购机 我们后期在技术需要技术支持的话 这样的话可以形成很快速的一种反应 海外的品牌 那么他们在就是说设计上 还有我们的就是说适应性 它肯定是达不到咱们中铁装备的 这个就是适应我们中国的那个国情 现在中铁装备在全国成立了七个服务中心 组建了六个区域合作联盟 除提供隧道装备产品外 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围绕产品上下游价值链 为客户提供包括设计咨询 设计联络 绝境分包 设备租赁 再制造 技术培训 技术服务 配件供应 数字监测在内的全面解决方案 从单纯的制造业转向了制造服务业 就是说变成我们双人驱动了 过去我们就是一个单缸的发动机 现在我从两个发动机在驱动着走 那我会走得更快 那么我们现在技术上这个技术服务这个收益呢 现在能占到我们利润的30% 在国内工程拔债的同时 中铁装备又将目光转向了海外市场 张志国听到这些质疑 来自于马来西亚地铁的业主方 然而经过十多次的见面沟通 对方终于签下了两台动勾机 在入场施工后 他们以最高日绝境21米 提前计划工期43天贯通的成绩 创造了马来西亚顿购施工新纪录 主要是我们的设备和德国的设备 最后选择了两家 然后我们的设备在绝境的过程当中 还是表现得要更好一些 因为它整个贯通的时间 就是它完时还提前贯通 这条线下来以后 下一条线他们也表达了这种合作的愿望 现在中铁装备在香港 德国 巴西 澳大利亚 建立起四大国际营销中心 同时正在积极开拓伊朗 阿塞拜疆 印度 俄罗斯等市场 并与其他企业一起 努力让中国顿购走向世界 从最初对顿购机一无所知 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再到成功收购国际知名企业的核心知识产权和品牌使用权 17年的轮回后面 是所有中国装备人不懈的研发之路 也是我国装备制造业不断强大的历史征程 装备制造业是科学技术和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最有深度 最具影响的产业 也是国家工业实力的综合体现 而今世界工业大国在装备制造市场上的竞争 已经从单纯的制造开始向服务的纵身转型 这意味着要想在市场上独具优势 不仅要有尖端的产品 还要具备优秀的服务 这既是对装备制造的新挑战 也是对系统化服务的新要求 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水平大幅提升 我们的产品正在缩短发达工业国家的距离 但是我们还要意识到 在产品研发系统性维护运营服务等方面 我们还有差距 主要正是这种差距持续发力不短板 才能在科技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上 实现新的突破 才能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 到中国创造的转型升级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是央视财经评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